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楊主任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想請教那個主任 他剛才一直說壓抑的人生 不知道你從什麼時候 才開始有Fest跟Confidence 然後第二個 他一直講冒險 那因為那個movie我也有看 所以我最想請教楊主任 如果他可以中年初走的話 如果他想到哪裡去冒險 謝謝 這麼好奇 他太太都不在意 我想 我的Fest就是我剛好談的 我從小對祖先有敬拜 所以我覺得冥冥中 我相信我們祖先在天上 看著我們的這些子孫 包括我的爸爸 那麼你說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說 我的修學活動我喜歡到野外 也會有人覺得很危險 比如說我上次跟一個年輕的老師談到說 他說 為什麼我 我不是不怕蛇 可能比一般人比較沒那麼怕 那我說 因為我從小就跟這些野生動物看慣 我覺得他 上次有一個年輕的老師跟我聊這個問題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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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咬你的時候 他要考慮再現 因為他咬你 我可能沒有死他就死了 對不對 蛇沒有那麼笨 除非他不得已他會咬你 我就說 我從小跟蛇 那個相 碰到蛇的街 不敢我相處 只是住在一起來 比如說我們小時候 我們會到暑假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叫做 去抓 虎皮蛙 虎皮蛙 我也叫做 我代語叫做 追雞 在美濃 我們暑假很重要的一個大工 我曾經跟我哥哥 我小母哥哥博一 兩個小孩子 一晚上 抓了二十幾斤的 追雞 我跟你講 因為吃不白還可以去賣 那我們是用那個釣竿 一小小釣竿 刮了線 勾一個勾子 再踩蚯蚓 那我們有兩百多個勾子 我們兩個小孩子要兩百多個勾子 所以我們要挖四百多隻蚯蚓 包含的時候 就到田裡面的水溝去蒼 青蛙最會吃的時候就是 剛 剛那個落日的時候 剛落日的時候就會出來 那青蛙出來之後 蛇也會出來 所以從小就看到 只要看這是什麼蛇 它是草花蛇 青蛇不是刺蚓也不要怕 還有一個就是 鴿子刀完了 割完稻子之後 大家如果在鄉下都知道 像我們南部 大概是六月的時候割刀 六月到暑假的時候 那鄉下以前 比較早的時候 那個稻桿還要再使用 所以不是像現在就丟掉了 又把它綁起來放在那邊 填裡面 曬乾再用回去 當做一個 我們客家叫灌湯 無曉龜要怎麼講 官房是我們小時候 住在鄉下 冬天最喜歡去鑽的地方 因為很溫暖 好 那時候就是要去抓這個青蛙 那青蛙會躲在這個 桿的下面 把它抓起來 看到就把它抓 因為青蛙看到人的時候 青蛙沒有人那麼聰明 它會躲起來 躲到水裡面 就像那個駝鳥一樣 你知道它躲在那邊 把它抓起來就好 但是一打開可能就是蛇 那怎麼辦 你就看是什麼蛇 大部分不會讀蛇 點點吵阿蛇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都要穿著雨靴去 看到我蛇就踩 穿雨靴 這蛇怕我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 有人會覺得這個好像很冒險 但是你覺得有這樣的生活經驗之後 你會覺得在大自然裡面別覺得我冒險 我覺得不會 我是在享受我的放鬆 那譬如說到野外去走 譬如說去賞鳥去拍鳥 或者這邊 有人認為這是冒險 我也覺得這是冒險 我到一個跟我同類很少的地方去 這也是個小的冒險 當然比較大的譬如說 可能一個人去旅行 一個人去旅行 也很有趣 但是我只是在想 還不太敢去做 因為還有家庭 我每天都送兩個小孩上學 還要接他們回去 所以會有這樣想 所以有很多的你的感情的世界 或者你想做事 你可以寄託在書籍 或者像電影 對不對 我覺得我的內心世界裡面 會一直想說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去冒險 但是不要死掉 我從小就想過 我想去冒險 但是不要死掉 我記得我一個演印象深刻的 我大概小學的時候 就是去爬月光山 好像跟我哥哥兩個去 爬之後 從那個摔下來 從 還好不是很高的拳也摔下來 摔下來 那種感覺 我現在都還記得 就是你會 一直抓到 抓到騰曼 沒有摔到很深的地方 回去也不敢講 被人家罵 為什麼沒事跑去那邊 會有這些內在的簡在的因素 所以當你看到某一個影片 某一個故事 某一個電影 你傳出某個時候 會踏起到你的心裡面 你會覺得 他把你想做的事情 呈現在眼前 你想做 但是你沒辦法去做 我想看電影 大概就有這樣一個優點 這也是一個心理治療 其實我如果看了這部電影之後 我好像已經冒險過一次了 好 謝謝楊主任 那每個人希望 你分別說 就像電影 他可以 他就是